就你們一定要把這個工作做好嘛 你們不做好 結果你們一條一條進來 我整個法這樣改下去 已經不是我當時提出來的保障法 結果最後留一個名稱是我的保障法 但裡面都是你們要的授權 那我怎麼交代 對不對 我已經覺得我自己已經沒有辦法 我要怎麼審 我是很願意理性討論的 所以我說我們分兩部分 就不要許可制 那怎麼完成報備的流程 再來你們要安全 好啦 那個怎麼樣 主席喔 我說明一下 這個 這個集會遊行保障 這本來就是人民的基本權利 那這個其實這條寫是有寫沒寫是沒差 它本來就有其他法規可以處理 那但是把它寫出來 這個其實在世界各國的集會遊行法都有 它其實更強化就是說 我是保障你的安全 所以它其實寫說 使用暴力只處於戚害這個 這個有這規定 我唯一有意見的是 前項第二款之物品 不問屬於何人所有這句話 前項第二款之物品均得扣留一兵依法處理這樣就好 那這下是 這叫做無敗害的條文 應該是說第二項把它拿掉 沒有啦 我要 未塑條文 沒有啦 那就說為保障 在那裡集會遊行之進行 你不就頭像什麼這樣 為保障在那裡集會遊行的進行 和平 保障集會遊行之和平進行 和平進行 那不得有下類行為啦 那第二項拿掉啦 第二項的話就回到你們的 相關的那個 行送法跟社會秩序法 不然你說均得扣留 因為你這個扣留兩個字 什麼不清楚不知道是 什麼樣的法律 其實是假寫的啦 這條一支是假寫的啦 你看到總統當然就要處理啦 因為我要跟社公衛保障 知道 又接這樣 還是怎樣 要寫 請問說我可以接受第一項 說衛保障集會遊行之和平進行 不得有下類行為 那不可以使用暴力不得攜帶 但是怎麼處理 那就是回到各相關的法律嘛 那第二項不問屬於法律所均得扣留 並依法助理那個就拿掉了嘛 第二項拿掉嘛 各位委員 警政署在補充報告 其實這個條文是燕版的條文 那其實這個剛剛集會委員特別提過 我們除了強調保障和平集會之外 也要注意防止這個暴力 所以我們這個條文是落實 我們所提的這個 公民以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這個21條裡面定的 那這個公約 現在世界各國都在遵行 那我們是強調 我們是跟普世價值在遵行這樣 這些物品裡面 這些物品裡面 因為最近用了煙幕彈 還有那個 你第二項的那個 到底已經到達什麼程度 你可以做處置 那這個就回到相關的行事動法 裡面去規範就好了嘛 好不好 好啦 第 這個 第九條 也就是以行政院的版本去修正 為保障集會有行之和平進行 不得有下列行為 以使用暴力 二 攜帶足以 危害他人生命 身體 自由 或財產 安全之物品 還在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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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嚴重了 要休息大家先腦袋嗎 大家都沒意見嘛 因為地震來了齁 所以 要調很多 我們要 好 我們繼續 可以嗎 好 好 繼續 好 第十條 好 第十條 好 好 我們繼續 可以嗎 好 第十條 第十條 於上課 各項重大考試期間之學校設有病床之醫院 國家考試市場周圍集會有行使用不得妨愛念 這個還好啦 這個大家沒什麼意見嗎 沒有 所以這個要不要佩服改 醫療院所配合前面的修正改醫療機構 好不好 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是十二小時內把這些廢棄物清除 這大家沒意見嗎 第十二條 就代理人的這個部分 大家沒有意見嗎 沒有 好 好 第十三條 好 這個糾察員要佩戴啦 要辯識嘛 你警察就叫人要佩張 你自己在 在 叫你說頭上也要寫 對不對 好 這個糾察這個 這個沒問題 第十四條 沒問題 沒問題 好 第十五條 解散的時機呢 那個在哪裡 好 好 好 第十七條嘛 所以第十六條應該也沒問題嘛 來第十七條 爭議比較大應該在第十七條 來 這是這個第五頁 這是這個第五頁 第五頁 第五 你不要這樣換來換去 這本大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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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那個 十七條齁 是在哪裡呢 用後的這一本來 用後的這一本來 用後的這一本 這本大本的 爭議第四十一頁 好 四十一頁 大家看一下 最後熱令解散的規定 第二十二頁 甄立軍委員的意見是 什麼 刪除啊 不得解散 這個第二項拿掉了,只是宣示信 第二項可以扣留、依法處理這個拿掉,整項拿掉 為保障旗會遊行至和平進行,不得有下列行為 這個已經都不是保障法了 這原來是保障的 保障法基本上 正在辦法就是定了就可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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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還蠻大的